Hello YouTube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一個近幾年加拿大都面臨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選擇離開這個國家 簡單來說就是放棄加拿大 首先都要在這裡講明一下 這條影片並不是鼓勵大家要移民過來加拿大 甚至是離開加拿大 更加沒有這個唱衰加拿大的意圖 純粹是引述新聞和其他人的客觀觀點 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幾嚴重的社會問題 Canada may now have an issue retaining recent arrival In two days I'm moving out of this damn city Toronto used to be an amazing place to live and now it's beyond garbage 如果大家喜歡拍這類型探討社會議題的影片 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都要記得把這條影片分享給身邊的朋友看 在這裡我要事先聲明一下 我所說有很多人選擇離開加拿大 並不單是在這幾年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 畢竟香港人只佔加拿大移民人數的一小部分 之前提及離開加拿大的人 其實還包括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新移民 也包括在這裡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 其實這裡的新聞都有提過 大約有15%的新移民都要選擇搬到其他國家 甚至回到原居地 近期都有研究指出 加拿大就好像一個流水的水桶一樣 慢慢慢慢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地方 研究指出很多人落地之後 都發覺這個國家和他們想像之中是不一樣 而且不能夠改善他們原本的生活質素 這種情況通常都是他們到達加拿大 四年至七年會發生的 最新的數字顯示 大約有400萬的加拿大公民生活在海外 還有這個數字是不斷增加 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到加拿大的新移民 甚至本地人都要離開這個國家呢? 今天這條影片我就會以我觀察到的五個原因 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件事背後的現象 好了現在事不宜遲 現在馬上開始講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錢 雖然這個原因聽到很簡單 但是背後有很多不同因素 而且每個環節都是相互相連 我自己就覺得是骨牌效應 當中最多人說的就是 生活指數這幾年不斷上升 物價包括樓價都變得越來越貴 令到很多年輕人對於前景都很悲觀 不要說買樓做業主 就連搬出去自己一個人住 甚至想存錢去旅行都已經變得遙不可及 近期的資料顯示 溫哥華住宅的價錢中位數是130萬 比起10年前是升了超過一倍 房屋價格的飆升 都令到租金的價錢都升了不少 因為很多人負擔不到買樓 而被迫要繼續租樓 在這裡我都可以和大家計算數 在大溫哥華地區租一個一房的Basement 大約一個月就要1800元 以一個年薪6萬的人作為例子 交完稅之後 人工只剩下47000元 租金已經佔了稅後的人工46% 如果再加上其他洗費 七除八扣之後 基本上是很難儲錢的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在加拿大 自己就變成一個窮忙族 意思就是每天很忙碌地工作 但是賺不到的錢只是僅僅夠維持生活所需 而且是沒有什麼安全感的 那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一定要在這些大城市 例如在溫哥華和多倫多買樓 其實都可以去一些比較小的城市 說到樓的價錢都比較便宜 不過大家都要很客觀地去分析這件事 就是這些比較偏遠的城市 樓價低並不是沒有原因 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是在這裡缺乏工作機會 生活水平都可能不及一些大城市 除了看樓價之外 比較偏遠的地區 能源 食物等等的生活費用 都可能比一些大城市會貴 最近我想大家都聽過最好的例子 就是卡加里了 這兩三年 卡加里的樓價是升得很神經 但是除了當地的能源業之外 其他行業的人工 可能比 BC 或者 Ontario 更加低 就算買樓之後 地稅 水電煤等等的費用 都是不能忽略的 生活費用高和樓價高 這東西並不是加拿大的專利 很多其他發達的城市 例如紐約 洛杉磯 香港 倫敦 東京 都一樣面臨同一個問題 但是為什麼加拿大特別嚴重呢 現在就要人生去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因為這裡的人工比較低 而且在職場上都缺乏上升的流動力 我們之前在西雅圖的影片都說過 其實美國的通脹和樓價都升得一樣很厲害 不過旁邊這個國家就有一個優勢了 就是他們的人工都升得快 加上美國的經濟都比較強勁 令到打工制都很容易升職加薪 勞動市場也會比較活躍 升職跳槽 相對地都比較容易 就連加拿大本地的電視台都有報導過 差不多有100多萬的加拿大人 其實是住在美國的 因為他們很容易就在美國 找到比加拿大人工高兩倍 到四倍的工 還有找工都比較容易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選擇 一定要離開加拿大 才可以令到自己的事業有更好的發展 當有一個比較高的人工 就算面臨樓價高 物價高這些問題 儲錢都會覺得沒有那麼吃力 另外也要說一下 就是關於加拿大的稅制 很多人都知道加拿大有很高的稅率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一個年收入6萬元的打工仔 一年總共要交13000元的稅 所以在這個通脹的影響之下 購買力已經低了很多 大家都要記得交了入息稅之後 我們生活裡面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都是要交稅的 例如我們去買東西 或者買一些服務 都要給銷售稅 投資也要交利得稅 入有開暖氣要交碳稅 就連飲汽水也要交糖稅 這些又複雜又重的稅制 都會令到很多市民生活都很困難 也引致中小型的投資者 來加拿大都會有所卻步 所以面臨一個這麼現實的問題 其實大家的身體都很誠實 之後我們也想說另外一個點 就是關於安全 在我們小時候 很多人都是這樣形容加拿大 就是這裡的人很nice 雖然地方很冷 但是很安全 晚上就算不關門睡覺 也不會有什麼事 不過近這幾年 因為人口不斷膨脹 經濟環境也不太理想 加上政府 一些很左傾的政策 令很多主要城市的罪案率 不斷上升 都令一幫手法的公民 感到非常無奈 就像我們之前有說過偷車的例子 很多來自巴基斯坦、印度、中東 和非洲的新移民或難民 都會加入這裡的當地黑社會 他們會偷車 然後賣去海外 作為他們的生意 令很多多倫多的車主都民風喪膽 但政府就執法不力 竟然叫大家把車匙放在門口 方便賊去偷車 警察就跟市民說 覺得持槍的賊人只想偷車 不是想傷害任何人 大家看看政府這麼懦弱的反應 其實會令犯罪者更猖狂 相反 守法公民的生活質素就會下降 加上偷車的個案實在太多了 大家的汽車保險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升了不少 之前也有新聞報道過 有車主的車被人偷了之後報警 幸好他在車上裝了一個AirTag 我知道自己的車所坐的位置在哪裡 車主就希望警察可以幫忙拿回車 但警察竟然跟車主說 叫他通知保險公司 同時也叫他不要嘗試拿回車 執法部門這些消極的態度 其實令很多人對社會都沒有了信心 因為自己的生命安全沒有受到保障 除了偷車之外 很多大城市的市中心 都多了很多隨機襲擊商人 甚至搶劫的案件 大部分的情況 警察都很難去破案 就算捉到疑犯之後 他們都可以保釋外出 罪犯外出之後 基本上又是重複犯案 所以犯法根本就是不受到任何懲罰 對於加拿大的罪犯來說 犯罪的成本是很低 很多人都覺得 政府反而是會保障這些犯罪者 多過守法的公民 令大家都懷疑這個地方 是不是適合家庭生活 另外一個很多人都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加拿大對於藥物上癮問題的處理手法 近這幾年 鴉片類藥物上癮的人數 是大大增加 如果大家住在溫哥華 都知道市中心是有幾條街 充斥著一些無家者 而這幫人流離失所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藥物上癮問題 先不說加拿大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 是怎樣 但是很多人都看到市中心的情況 對於這個國家是有所移民的 擔心自己的下一代 會在這種不理想的環境下成長 也有很多新移民的家長 對於校園裏面的 progressive藥物教育是不能夠接受的 我們之前都去過UBC的校園參觀 同時也發現了學校會印製一些海報和宣傳單章 去教學生怎樣可以安全地使用這些鴉片類的藥物 第三件事要說就是關於文化 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 我想這一點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很多人都要說加拿大是一個文化的大熔爐 無論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都遇到背景不一樣的人 可以跟背景不一樣的人和平共處、做朋友 其實是一件很理想的事 不過近年加拿大就有一個現象 令到很多無論是新移民甚至是本地人 都有一個很大的疑惑 我自己作為一個新移民 都有想過要不要在這個頻道說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有責任去指出社會問題 這個現象就是無限制地在短時間內大量引入移民和難民 同時間令到新移民難以融入本土 這件事帶來的問題就是 國家的基礎建設 無論是公共服務、經濟、教育 都難以應付急劇增加的人口 另外很多人都覺得 移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和基本要求 就是要融入當地的文化 要一個國家的國民接納新移民 初來報導的人都有責任去主動學習和融入當地 這樣才可以創造一個共融的環境 但是加拿大近幾年不斷引入非常多的移民 甚至在同一個國家引入大量的人口 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其他移民 都覺得加拿大的本土文化慢慢在消失 而且大量引入的人口 都令到社會上產生很多混亂 也都有人覺得自己的國家在被殖民 無論在就業、安全、甚至社會保障和醫療 都帶來很多的壓力 加拿大經常提及的口號 Diversity is our strength 多餘文化就是我們的力量 其實很多人都對這句口號是很有疑惑的 在社會上有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多樣性 是一定有益的 但是口號中的力量是代表什麼呢? 一大群有不同文化、種族、宗教背景的人 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 只會增加社會上的問題和分歧 What would happen to a gay couple in Gaza? What would happen to a gay couple in Gaza? According to Islamic law Islam doesn't endorse gayism Islam doesn't endorse homosexuality So would you like to see sharia law in Canada replace Canadian law? At some point it will You know, because we have families We are making babies You are not 關於文化都有人指出 而我自己覺得這個比較有趣的topic 就是加拿大人比較內斂 令到這裡很多的新移民 在這個國家都比較難認識到當地的朋友 有人說溫哥華是特別嚴重 不知道大家覺得不覺得呢? 大家都可以看這條片 Here's a hot take on why it's so hard to make friends in Vancouver Don't want to take the risk to go out and hang out with somebody You're spending your time and money With someone who you've never met And maybe may not have a good time with 在留言也有人指出 很多本地人都喜歡跟自己的中學同學玩 亦都很抗拒去識新朋友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留言說一下 你在加拿大怎樣認識新朋友 我自己都覺得 難認識新朋友這一點 對於新移民來說 都是一個挑戰 好了 跟著我們說第四的原因 令到這裡的人很想離開加拿大 就是這裡的交通 加拿大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舉個例子 例如單單BC省 已經是大於整個紐斯蘭這個國家 加上加拿大不同的城市設計 都是比較car centric 除了一些downtown的位置之外 比較一些suburb的地方 如果沒有車是基本上沒辦法去到的 例如我們住的地區溫哥華 假如你想放假去逛逛 大部分的加油路線都要有車才會去到的 基本上是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達 換句話這樣說 如果你是沒有車牌或者車的話 這些地方或者活動 你根本是享受不到 這件事也會引申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加拿大有些公司 是會要求員工一定要有車和車牌才會請你 所以對於一些沒有車牌或者不懂駕駛的新移民 生活上又會多了一重門檻 其實在加拿大養車都不可以說是很便宜 對於剛剛拿到車牌的人來說 加拿大的車保險可以說是比香港更加之貴 當然大家可以選擇住在市中心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不過普遍來說 加拿大的大城市市中心的治安 和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就不一定那麼好 經常都會有些事故發生 穩定性都只是一般 我們都經常都見到上網人投訴 多倫多的TTC經常都會脫班 第五個原因要說就是關於醫療 大家都會說加拿大的醫療是免費 這裡的醫療系統是發達國家的榜樣 但是由於這近幾年大量的移民人口湧入 加上很多本地的醫生都選擇去美國 或者英國執業 因為可以換得更加高的人工 所以本地的醫療服務就出現短缺了 尤其是在大城市甚為嚴重 之前有報導過 有些城市試過因為人手不足 就連急症失落都要暫停運作 We have broken the all-time record for emergency department closures The coalition says there have been 868 ER closures so far this year because of staffing shortages 加拿大的醫療雖然是不免費 但是服務的供應是很有限 都有媒體報導過 有本地人因為醫療問題選擇離開加拿大 the waits for services for example especially medical services is really really pathetic 因為覺得這裡的醫療系統 不可以給他們足夠的信心 都有人在網上分享 說自己盲腸炎要入這個 ER 不過護士錯誤判斷病情 差點就因為延遲手術令到他沒有命 所以一些比較有錢的本地人 或者來自一些醫療系統比較好的國家的新移民 都會覺得加拿大近幾年的醫療系統的問題 令到他們有所卻步 而上這五點就是很多人都會提出 甚至我自己個人都會看到 為什麼這幾年有這麼多人想放棄加拿大 其實很客觀地說 每個國家都有很多人移民出走 例如中國、德國、英國等等 移民離開本土的人每年都在增加 加拿大其實仍然有自己獨特的優勢 但是作為居住在這裡的居民 我覺得大家都有責任去監督這個政府 政府有做到不足的地方一定要提出 我自己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外加力只可以報喜不報憂 如果我們這樣做 這個國家又怎麼會進步呢? 人民的生活又怎麼會提高呢? 好了,這條影片又去到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幫手按個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